客场兵败骑士暴露了本赛季勇士的最大问题 这么打的话遇到胡人和绝心完全没有一点生算 今天早上七点NBA丧演了一把久违的骑勇大战 如果勇士赢球 这能够取得目前联盟最长的六连胜 可意外的是面对并不算强的骑士 勇士从第二节开始就一直被对手压制 在第二节8分18秒最后一次追平以后 后面的时间便一直是骑士领先 分差不算大 但勇士始终找不到解决骑士的办法 复盘全场 除了后场篮板被抢爆以外 最大的差距莫过于内线的攻击力 如图所思 左边是勇士 右边是骑士 全场一对比 骑士的内线狂侃一保罗 得分比勇士足足多了34分 命中率更是天差地远 勇士的内线命中率仅仅只有37.5% 而骑士内线命中率高达74.7% 对面的骑士 莫布里阿伦两座巨灵神双轨拍门 篮光护打密不透风 勇士很难伸动内线得分 而自己这边 由于天然矮的阵型 对面的小后卫只要突进来 便能吃得满嘴溜油 本场比赛 米歇尔狂侃31分7助攻 其中突进内线六次出手全部命中 命中率为100% 杀的勇士人仰麻烦 加兰虽然投篮手感不佳 外线合计五头零重 但只要进了勇士的游七区 得分便是十拿九稳 本场加兰三秒虚以内的出手 合计是十头六重 由此可见 勇士的内线防守能力有多差 而这还只是对阵骑士而已 骑士内线虽然天赋出众 但毕竟还是毛皮 成熟度远远不够 东部的绿军雄入姑且不论 西部两大内线豪强球队 绝金和胡人 勇士遇到了该怎么打 龙梅约基奇两大杀神 打勇士 那就跟他们吃制住餐差不多 勇士的圣机只存在一点 期待保罗助攻入麻 勇士射手群百发百中 斯蒂芬库里猛开无双 但是堵手感终究是个概率 变态如库里 也要投不准的时候 内线得分可就稳妥多了 不信你去问问骑士 制住餐吃的爽不爽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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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